哈喽大家好,我是伟红 这有非常多人问我是不是换了相机 那么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有留意我的影片啦 是对的,我是买了新的相机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算是开箱吗? 应该可以算是,也可以不算 那么今天的影片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款相机啦 这一款相机是Canon的 它的Model 4G7X II 它的盒子就是这样的啦 小小一个罢了 首先选择它的第一,原因当然是它的价钱 就不会说很贵 这个它的售价是2199 然后它还有附送一个16GB的memory card 它的配件都是蛮简单的 有一个充电器 还有一个这个绳子 就是这样而已 OK,那么现在我就来说说它的优点 当然我买这个相机主要是用来拍摄 所以它的荧幕呢,这样反过来都是蛮方便的 这样我就能知道自己在拍什么东西 就不会很难的去抓角度啦 而且它的荧幕还能45度的向下这样 这样的话都是蛮方便的 那么再来就是它的麦克风 它的麦克风是在上面的这一个位置的 这一款相机的麦克风的收音是相当不错的 虽然在室外拍摄的时候会有一些杂音 但是它讲话的声音都是收到蛮清楚的 这一点我就非常的喜欢 再来就是它的防手震啦 它的防手震都是蛮好的 如果你在拍摄的时候不是太大的抖动的话 画面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顺畅 然后就是它很轻便啊,小小架架 就非常方便你拿进拿出 而且也不会太重 不然你长期拿着都是蛮累的 这一架相机拍出来的画面都是蛮美的 它的颜色拍出来就不需要怎样去挑它 OK,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闪光灯 开机 关机 就是这样啦 那么刚才就讲完它的优点 现在我们就讲一下它的缺点 它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缺点是 它对焦的速度真的是非常慢 你在等待它对焦的时候 要有一点耐心 它一时就很快 一时就真的非常慢 不过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是蛮有耐心的,OK 另外一个缺点是它不能外接麦克风 如果你想要外接麦克风的话 这一架可能不适合你啊 那么这些功能我就不做十次了哈 因为在YouTube上都能找到一大堆这个相机的资讯 这一架相机都是蛮多YouTuber在推荐的 那么这一架我也觉得是蛮适合我的 如果是单眼相机的话 我觉得它有一点笨重 就有一点太大的感觉 可能以后有用到单眼的时候 再考虑买不买啦 那么整体来说这家相机都是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价钱不错 就不会收到很贵 当然我买之前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啦 就是有去了解它的一些优点还有缺点 今次都是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买这一架相机罢了 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分享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去我的FB还有IG看看啦 这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